今天看到針對國民黨立委徐曉昕 近來影射台籍原屋弊案 射擊蝕漏這個機密 那麼外交部今天上午是派員 前往北檢提告 詳細的內容請記者徐仁 帶我們掌握 有用 好 主播各位觀眾 國民黨立委徐曉昕 跟外交部之間的紛爭 還沒完 正因為徐曉昕先前 是以爆料方式來影射 台灣跟捷克 援助烏克蘭 這之間其實是有些起人疑鬥的地方 包含說有沒有土利捷克的 衣裁廠商等等 不過他這個爆料方式 竟然是以掀開這個外交部的 跟簽的MOU相關的密件 就引發了外交部相當的不滿 認為說是泄密 包含說外交部長吳釗燮 昨天也說了 這兩天整理好資料 就會派員來到北檢提告 果然他今天上午就把人派過來了 現場真心畫面 我們先一起來看 台灣與捷克合作援助烏克蘭 經得其考驗 我們相關的預算都經過立法院的審議 那相關的文件也依照法定的程序 送立法院查照 本案外交部盤送立法院查照 以及立法院的關係文書都列為密等 那很可惜 許巧新委員身為立法委員 卻知法犯法 玩法弄法 將這個公務機密 公諸於媒體面前 是公務機密保護於無誤 外交部認為 許巧新委員 違反刑法第132條 第一項 公務員洩漏國防機密罪 因此今天來到台北地檢署 告發許委員 好 可以聽到外交部的官員 是怒嗆許巧新 知法玩法還弄法 接下來要提告許巧新 就是要來告他觸犯刑法第132條 儘管現在目前的情況 當然還是要無罪推定 不過如果以這個第一款的方式 真的成立的話 許巧新很有可能是要面臨 三年的刑責的 不過對此的許巧新 在今天上午沒有回應 是持續提出三點之一 並且在臉書發文寫下 歡迎來告 以上是想要注意 請您先把時間進入交給同名主播 請觀眾請去 intra 請查看